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周的小明星 欢迎各位在今个月下午 一起去见识一下加拿大瑞製 我们开始的时候 就去讲一讲一些资料 首先,今天我們說的其實所覆蓋的範圍都很廣泛 所以在當中所提供的資料未必是那個稅例背後的全部 但是我們盡量在當中 highlight和大家有相關的部分 所以大家在這個網站裡面的資料可以作為參考 如果你們有什麼特別的情況,請你和活計師一起去聯絡和商討 剛才感謝San當中的介紹 原來我不知不覺已經在加拿大裡面做了25年的活計師 希望幫助顧客和朋友達到他們的資金目標 最重要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首先要探討的一個問題 就是首先你們的個人稅務身份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為那個稅務身份是離定於 報2022年個人稅的時候關不關你的事 如果是關市的時候,哪一段時間,什麼收入是作為你們2022年要申報的收入 首先,我們所探討的就是Canadian resident,即是加拿大稅務居民 可能你和我都是一個加拿大稅務居民 我用我自己作為例子,我來了三十多年 我2022年都是加拿大稅務居民 因為這個緣故的時候,根據稅例,作為一個稅務居民 我們就要在當中申報加拿大本土的收入 以及在海外的收入,也就是全球政府 是的,而加拿大的稅務居民的時間 可能和你們來自香港或其他不同地方的財務居民 可能有不同,因為在香港的時候 就會是3月31日作為一個連結 由4月1日至3月31日作為一個連結 但是在加拿大就是根據calendar year 也就是說由1月1日至12月31日作為那個賣數連結的時候 所以現在2月底就已經開始有不同的顧客 開始要處理他們的個人稅了 剛才我們所說的是 Factual Canadian Residence 可能有一些聽眾或者朋友 你們的身份可能是part year resident 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例如說在一年裡面 你有一段時間是屬於加拿大稅務居民 有另外一段時間不是屬於加拿大稅務居民 那究竟在不同的身份 代表什麼的時間表呢? 那麼很多的朋友 譬如說他們是一個移民人士 他們在一年的某一天才來到加拿大境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就由他們下機那一天開始 直到2023年的12月31日 那麼這一段時間 就是屬於加拿大的part year residence 相反來說 可能有些朋友想著離開加拿大 去其他的地方發展 無論是美國也好 香港也好 中國也好 或者其他地方也好 就是由1月1日起 至到你離開加拿大境的那一天 就是屬於part year residence 那麼你離開了之後 那你就是屬於一個non residence 那究竟這兩者有什麼重要呢? 就著重於的地方 就是說你在加拿大境內的那段時間 那些收入呢? 才是你要在當中去擔心 這樣? 例如說我是移民人士的 我今天下機 到2023年的10月31日 為止 這11個月的時間 裡面 無論我在加拿大境內 或者在境外的收入 才要向稅局在當中申報 在這一天之前 我仍然是屬於加拿大的非稅務居民 有些情況大家就要留意了 因為其實除了我來在這裡移民 或者回流 或者是其他的情況以外 有可能我是來旅遊 我是沒有想過來這裡搞任何的身份 但是根據稅例 若果在一年的裡面 又再次是 calendar year base 由1月1日到12月31日 這段365天裡面 我停留在加拿大境內 在183天或以上的時候 縱使我的原因是作為旅遊 但是都會跌入在加拿大稅網裡面 就會成為加拿大的稅務居民 在2023年 那情況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好像剛才這麼說 如果我是稅務居民的時候 就全球徵稅 就突然間 我在香港 在其他地方的收入 都要報加拿大的稅表 在2023年 若果我是一個 不住居民的時候 有什麼情況下 我需要向稅局申報我的稅 就是在以下幾樣 稅局就說 若果你在加拿大境內 是有租金的收入 或者你在加拿大境內 你賣了樓房 你才需要在一個 作為非稅務居民的情況下 要向加拿大稅局 在當中報稅 在2022年的情況下 大家都理解 加拿大是一個重稅的國家 我不需要多說 而在加拿大的稅裡 我們是有分開聯邦的稅 即是公共和省政府的稅 我相信 今天大部分的朋友 都是安省居民 所以以下下來的這兩個 slide 都是與大家有關的 由聯邦的稅網 基本上最低的稅階 就是15% 就是頭5萬元 如此類推 next 5萬元 就是起20 再next 5萬元 或者55 就是26 如此類推到33% 這是聯邦的稅 去到省政府 也是類似的 不過那個的 break down 有少少不同 不是去5萬 是作為分界線 是4萬6 但是最高 就是去到13.16% 再加sertax 所以在安省的稅務居民 當你的收入是超過22萬的時候 在以上的收入 每一元 你就要給53.53%的稅 給稅高 在這幾年 就有很多的朋友 或者很多的家庭 就是因為不同的原因 都選擇了離開 或者來到加拿大 有見及此 我也想說一說 這些有相關的事情 因為這兩三年 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家庭 你當中 訊問不同的問題 所以藉著這個機會 我就跟大家去說一說 甚至我今早早 也還有另外一個 在當中 有另外一個family 是因為下個月 會到多人多月 所以也是問相同的問題 第一 就是說 他們是不是要賣光 所有的東西 或者他們原居地的東西 才可以來得到加拿大呢 答案當然不是 因為的原因就是 加拿大是開放給世界各國的朋友 是投資在加拿大 他們也沒有說這樣的要求 需要你 在原居地的資產 賣光 才是過來加拿大 所以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requirement 但是如果你打算 然後是來加拿大 長期居留的時候 我的建議就是 你要確保 你在離開香港之前 做好一個評估 去承認你 留在香港 或者留在海外 其他國家背後的資產 那個市價 香港應該就是 用到公正行 是這些專業人士 去幫大家 去作為一個評估 這樣 那原因是 為什麼呢 就因為 當你們成為加拿大 稅務居民 用今天 為例 今天下機的時候 你在香港 留了很多的資產 始終有一天 你們都會把那些資產 要不就賣了 然後把錢 轉回到加拿大境 或者 由本身的錢 也遲些轉回到加拿大境 根據加拿大稅例 你們在原居地 當初的資產 原本的成本價 對加拿大稅局來說 沒有直接關係 也是 它反而是 用回 你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 之前那一天的市價 作為一個 New Cost Base 我這裡有個例子 就是說 譬如你 有 在香港買了一個物業 在二十年前 大約是一百萬港幣 那 昨天 你作用股價 就升到一千萬了 那 這個一千萬 將會成為 新一個價值的 一百萬港幣 就是一個價值的 價值的 價值 在五年之後 你就將這個物業 賣掉去 那時值一千六萬港幣 那 在加拿大 就有一個叫做 一千萬港幣 就是升值的稅 那就是一千六百萬 減去了 你離開香港 之前那一天的市價 即一千萬 那到時候你買 你就有六百萬港幣的 capital gain 需要 處理 而根據2023年 這一刻 capital gain 一半是需要暴落 打稅的收入 所以 六百萬乘50% 即是三百萬 就會變成 你那一年 那個收入 從而是打稅 如果 剛才大家 謹記 聯邦和 安省那個 的稅階的時候 你這個三百萬的 港幣 capital gain 有五十歲的 percent 就會變成稅 欠政府 那這個 concept 就applied to 其他的 properties 無論你是 有股票 或者其他的 投資項目 那樣 那個 idea is the same 那除此 除了你賣 這個 股票 裏面 有capital gain 在美賣 之前 都會有 可能根據 你背後 所有的 是什麼類型 投資項目 可能 右邊有 interest 或者 紅利 有 dividends 這些 在香港 可能不需要 納稅 但是 這些 在加拿大 的時候 全部都是要 給稅的 也有 一件很 很 common 的事情 或者對大家很重要 很熟悉相關的 當然是 強積金 NPF 而 這一個 題目 我這次也 都跟那個 Family 當中說 就是說 首先 第一 如果你是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 之後才收到NPF的時候 那麼 NPF 根據香港和加拿大的稅務協議 NPF 是屬於 外國稅務協議 亦都因爲這個原因 NPF 是100% 稅務協議 亦都因爲這個原因 所以 如果可以的時候 就是 在你成為非稅務居民之前 就 拿了這筆錢 因爲大家如果 記得我幾個 slide 之前 是說 在什麽情況下 才是 As a non-resident 要在加拿大 報稅給稅局 就是 你有 employment income 有租金的收入 或者 賣出你的 property 在這情況下 你才是 要向加拿大稅局 當中 去 計算 因爲你是 non-resident 的時候 你的NPF 就不會 跟加拿大稅局 有任何的關係 這裏 就最簡單 去解決 你NPF 的問題 如果 一些朋友 可能你現在 Stream A 或 B 的途徑 進來 你未拿到 PR的身份 或者其他原因 你是未可以 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之前 是拿到你在香港 那份NPF 的時候 你唯有 唯有 要 在那一年 供回 那筆的錢 進去 加拿大的 RRSP 即是 加拿大的個人 退休金 裏面 才可以得到 一個 offset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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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 8月 開始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 而你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 之後 才得到 equivalent 加幣10萬元的NPF 所以 第一 NPF 你 2022年 你就有10萬元的 NPF Foreign Pension Income 我們剛才也說 唯一可以去 offset 這個Tax Impact 就是 你供回 2022年的 RRSP 那大家相信 都understand RRSP 那個 供款期限是 什麼時候 就是 2022年 全年 和2023年的 頭六十日 也就是3月1號 就是截止日期 如果 這個是你的情況下 今天就已經是 2月27號 你有兩天的時間 在當中 將你的NPF 放回去 RRSP 作為一個 對沖 到最後 就會好像 這個方法 這樣說 你的Taxable Income 是 10萬元 那個 NPF Foreign Pension Income 減去X 這個就是 你放了RSP 剩下 Delta 或者Y 就是 你 2022年的 Taxable Income 從NPF 所以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 RSP 有去 特定的期限 供款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在香港 如果你在香港 在這一年裡 或者你打算 過來加拿大 的時候 以下 提供一些 推薦給大家 就是 第一 第一 你 就保持你香港的Statement 去支持你有多少錢 帶回加拿大 第二 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貴重的金銀珠寶 或者其他的名畫 股東的時候 你最好 就有一個RESIT 和一個股價 第三 就是 如果有任何的 規陣給你的時候 最好 有一個法律文件 去保證 去證明 那個是 人家送給你的GIF 不是你 從其他途徑拿到的 第四 就是 記住你 最新的Employment Letter 去證明你 在過往賺了多少錢 另外一個 Mis understanding 就是 你來到 落地了的時候 就需要付稅 當然 也是No 因為 很Depends 你的Situation 其實在稅例 或者 任何關於稅問題的時候 往往 那個答案都會是 It depends 因為每一個 的Family 每一個個人的情況 都會不同 所以千萬不要當 你朋友 告訴你 的消息 是 Apply 在你自己身上 100% 這是大家要謹記的 在 2022年 我們說到 報稅的時候 很多時候 朋友都問 會不會是 我不需要報稅 我 不需要付稅 我就不需要付稅 這答案是No 因為 那個 很多時候 那個稅表 除了跟稅局交付 或者可以從稅局拿回多少 退稅以外 其實 在加拿大 這個社會制度裡面 很多的社會福利 都是基於你個人 或者你的家庭 那個 家庭收入 從而給到 不同的Department 去計算 你們的家庭 有什麼福利 可以是 從不同的Department 所以 如果你不用稅表 去申報 你們個人 或者家庭 2022年的收入 的時候 那些Department 是沒有你的個人 收入資料 所以都未必可以 立刻告訴你 或者給到 相關的福利 給你們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 可能你是想著 買樓 買樓 就自然有On-Kit On-Kit的時候 銀行就一定需要你的 Assessment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Filing 和付款的Department 就是今年的4月30日 而另一件事 就是 我有很多的資產 我就需要很多的稅需要 那 答案同樣都是No 因為 資產是還資產 資產不會成為你的收入 所以你可以很富有 但是只要你的資產 沒有產生任何收入的時候 你的稅表 仍然都是一個零的收入 所以是沒有稅需要給的 那 若果是一些 來到久了的朋友 你都知道 加拿大除了有稅表 要去計算給多少稅之外 一些人士都要去考慮的 就是海外資產申報 這個機制已經有了很多年了 這是另一份新報表 簡單的問題就是 在2022年任何一天 你有沒有海外資產 總共的成本價是超過 加幣10萬元 若果有的時候 你就要填這份表 在當中 就會列出 你有不同類型的資產 還有這些不同的海外資產 背後一些資料 例如那個價錢 到年底的成本是多少 在那個資產 2020年有沒有產生任何收入 甚至有沒有資金 這些就會跟你的稅表 對上 然後要理解的是 什麼需要在當中的申報 簡單來說 就會是很多 總之是屬於你的 在你的名字的資產 都是需要申報 稅局就會叫做 specified foreign property 我們今天不詳細去講 但是 簡單就是屬於你的資產 你都要申報的 基本上 甚至有人在香港 你借了錢給你的朋友 他是欠你錢的 這個其實都屬於你的 學位資產之一 因為有一天 他都會還錢給你 所以 好像你有一筆的cash 只不過是蓋了別人的銀行門口 而另一件事 就是說 你只有一個情況 你不需要申報2022年的開支資產 就是說 2022年是你第一年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 如果一班 以前已經在加拿大居住過 讀書過 你已經申報過稅的時候 2022年不是你第一年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 所以你不可以享受這個豁免 這些只是可以給 真是第一年成為稅務居民的朋友 可以享用 你說做得很麻煩 為什麼這麼麻煩 在過往的講座 通常在休息的時間 朋友就會問我 Anthony 我上個星期匯了一筆錢過來 我很擔心 我就會問他 你擔心什麼 我同樣另一個問題 就會問你 你有沒有做好你的海外資產申報 如果沒有的時候 你就盡快做好 因為 那個海外資產申報 萬一 稅局去問你的時候 作為你一個保障 你就可以很簡單和稅局說 這個是我的資產 我已經和稅局申報了 那麼 海外資產 由一個地方 轉去加拿大 仍然一個海外資產 海外資產 不會突然間變為海外的收入 但是如果你沒有做好這個申報的時候 你就在當中和稅局去爭辯 所以避免這個問題 不必要的麻煩 不必要的專業費和時間 我的建議就是做好你們個人的海外資產申報 講完這一篇的時候 我們也講一些可能年長的朋友 去認識一下加拿大一些福利 那麼 在這裡就有一些OAS OAS的統稱叫做老人金 那麼 就是65歲或以上才可以申請 那麼 在很多的情況下 當你申報了稅表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apply 不過我也都見過有情況 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可能Service Canada沒有你完全的資料 所以你可能要manually 在當中去申報 如果你任何事情都做齊的時候 應該在你65歲那一年 那個 之後那一個月 你就開始去拿到這個OAS 那麼詳細的情緣我就不在這裡多講 因為這些是社會福利那些的制度 你們有需要去問的 就可以去到Service Canada 當中去諮詢 那麼 很多時候怎樣去拿到OAS 或者拿到多少呢 其實就很dependent 你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少年 而在當中 如果你是拿到 Messimum的時候 應該在下一個 slide 就會有講的了 這個 slide 你可以收到756元一個月 這是基於2023年的 rate 你看一下你有沒有加拿大10年 或者40年 這樣從而當中去分別 如果有一些長者 他有拿到OAS 但是他仍然是屬於低收入的時候 還有呢 Service Canada 仍然有另外一個叫做GIS的部門 或者一個福利 是可以給這些有需要的長者 是可以去享用的 那麼這些呢 也都會是 Based on那個長者 那個收入的狀況 從而去理定 簡單的requirement 就是65或以上 因為你65才可以拿到OAS 你是在加拿大居住 你是在拿OAS 以及你有20832元的 income的上限 如果你是single 即你是single 或者是送偶 或者已經是離婚的 就是這個上限20832元 如果你是有配偶的時候 就會看看 究竟是否大家拿到OAS 原始類推 那個的上限就會有分別 再詳細請諮詢 Service Canada 另外一件事 對大家來說 好息息相關就是RSP RSP 剛剛所說的 2022年的RSP 去到3月1日 即兩三日後 就會是一個期限 2022年 可能對一家 新來的朋友 不太理解這個 我可以在當中 用一點時間去說 這個簡單就是 你的退休金 Pension Plan 這個 你可以 contribute to annual maximum amount 這個RSP 是可以減低 你2022年 當年 那個要打稅的收入 $ for dollar 而 在這個RSP 背後所產生的收入 也是不需要馬上打稅的 當你在這個RSP 拿出來的時候 才成為這個 Taxable income 那哪一個是可以開 RSP 基本上 你在這裏 Tax residence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 RSP 除非你已經過了71歲了 你就不可以供這個RSP 而去開這個RSP 你就可以去銀行 或者有一些 insurance companies 都可以幫你做得到 這一樣的事情 而這個RSP 好像剛才這樣說 就是會 based on 你有多少個room 那我們這個技術上的 technical 即那個RSP room 簡單就是based on 你上一年的earned income earned income 就是for most people 就會是include 這個employment income 因為很多人都在當中 在做大薪工 或者你是self-employed的 net income 或者是cpp disability 的payment 甚至你是net rental income 這個都可以放進去 那個計RSP room的formula 裡面成18% 每一年都會max out at a different demand 因為每一年都會有CPI change 那2022年 最多的annual contribution limit 就是29,210元 這樣 那起一班的朋友 可能你又想著在這裡置業 那這個RSP 也可以幫助到你 因為如果你符合到相關的條文 那時候 你是可以在這個RSP 拿出一筆錢出來去買樓 那要一個qualifying home 或者這個 是for你一個related person with disability 的需要 然後這筆錢 是可以分15年 去歸還回去的 沒有歸還到那個 就會成為那一年的testable income 那在這個RSP homebuyer plan 你們是可以拿到 3萬5元 per person 那如果你是配偶的時候 那即每人3萬5元 總共是7萬元 那它是有一些conditions 請留意你那個 是不是混合的conditions 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屬於 一個first time homebuyer 那稅局呢 是一個definition 什麼叫first time homebuyer 就是在過往四年裡 你沒有occupy 一間的property 或者home 是作為你的principal residence 還有你要確定 你有一個return agreement 你真的要拿出來買樓 如果你不是來買樓的時候 那一筆錢就會變成你的testable income 所以大家要去留意 這個slide就是說intent to occupy 那一個qualifying home as your principal place of residence within one year after buying or building it 所以謹記 這個只是 for you occupy as principal residence 這個不apply 你去投資一個 投資物業這樣 除了RSP之外 當然有TFSA TFSA就是另一個機制來的 是沒有這個抵觸的 你可以開啟 都沒有問題 那最簡單的就是 你需要18歲或以上 你有個C number 那你就可以向銀行 或者其他 的financial institutions 去開啟一個TFSA 在TFSA的公款 就跟RSP有不同 你的公款是不可以去減低 在2020年的報稅的收入 你在裡面的 TFSA的收入 是task free 你拿出來的時候 也是task free 是的 但是請留意 你不要想著用TFSA去作為day trading 因為這個就會 abuse了TFSA的原意 那 稅局已經有案例 已經是penalized 一些day trader 是用TFSA去做 就是一個很frequent的day trading 因為他就會consider 這是business income 那麼room呢 每一年 稅局所給的room都有不同 在過往2019至2022年 每一年 如果你符合 就可以供6,000元 2023年 因為所有東西都貴了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2023年 那個TFSA的供款 就是6,500元 那麼如果 你 過往沒有供到的任何TFSA 你可以在今年供 這個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供多了 total room available的時候 你就會有1% per month的 penalty 需要去處理 直到你將 access amount 是withdrawed 出來 這個penalty 同樣apply 在RSP的身上 在2023年 又多了一件新的東西 就叫做Tax-free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這個呢 是1月1日才開始實施的 簡單的資料就是 你好像RSP那樣 你的供款是可以去減稅 減低你2023年的Taxable income 在這個FHSA裡面 那個的收入 那個的升幅 是不需要納稅 在你拿出來的時候 也是不需要納稅 但是呢 一年裡面 那個的maximum contribution 就是4萬元 就是lifetime contribution 每一年 從2023年開始 每一年的maximum 只是8千元 剛剛你看到的4萬元 就是說你當你接下來五年 你就會供完了 你的lifetime maximum room 那4萬元 但是就這樣 那4萬元 那4萬元 你只可以供8千元 那 它背後是有specific rules 請你和你的會計師 和你的bankers 你當中去聯絡 在一些family裡面 會是有一幫的家長 可能你有的小朋友 那樣 那麼 那在加拿大呢 也都會有一個福利金 是叫做牛奶金 那就是去幫助不同的family 去raise 你們的children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 你如果是符合的時候 每一個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就可以一年是拿到差不多7千元的牛奶金 而如果六歲以上呢 就是5903元 那這些款項呢 是不需要打稅的 那如果你生 即是你家裡有多幾個小朋友呢 那你就可以分析 那一個的牛奶金 那然後那個 那怎樣去計算呢 那這些都是Service Canada 那個部門 那這樣 那所以你有什麼 任何的情況 都可以向Service Canada 當中去詢問 那我們所知道的 就是 based on 你可以收到多少的payment 就是 based on 你有多少的小朋友 他們的稅數 還有你每一年報稅 那個的family income 那也都有一些特殊的情況下 就是那個的 有些小朋友可能有一些殘障的時候 那那個benefit 也都可能會有出入 有不同的 這樣的 在報稅另外一件的benefit 就是說 你是可以 可以 有 apply到這個GST credit 那GST credit 那GST credit 基本上 就是你 你一定要發了一份稅表 那你才有機會 會是收得到 而這些 究竟你可以拿到多少的GST credit 那就是based on 你那個當年 譬如現在我們申報2022年 就看你2022年的收入是多少 也都是minimum 你需要19歲或以上 也都看回你是否已經是有配偶 那你和你的家庭狀況 這些都是同樣說 那就是會去Service Canada 會是根據你那個稅表的資料 在當中是去做計算的工作 那當然如果你那個 有配偶的時候 那稅局或者Service Canada 就會看回你的家庭收入 那這樣 那這一版就是一個 summary 如果你是single的時候 你最多一年是可以拿到460元 如果你是mary 或者是有同居的配偶的時候 那就要612元 如果是一些成年人的兒女 那另外一班的朋友 可能特別是一班 現在已經是開始file你們的稅表的朋友 或者你是新 就是用Stream A和B的途徑 的朋友 這個就會對你息息相關 因為其中一件事 你要做的就是讀書 那在讀書的時候 或者是那個專上學院 每一年他都會出一張slip 給那個學生 在當中 給他報稅 這個就是2202的slip 那有一些朋友 可能是在加拿大境外 譬如可能在美國 去讀專上學院的時候 在一些情況下 也都可以享受到 這個學費的credit 就是可以去減低你那一年要給稅的數目 就是譬如你如果是要給3000元稅的 但是你的tation tax credit 給你有1000元的credit 到最後你要給的稅就是3000-1000等於2000元 相反來說 因為這個是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如果你要給的稅是1000元 你的tation tax credit 有3000元的時候 那2000元是不會退給你的 這個就是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那很多時候 我們就會將一些未用得著的tation tax credit 要是帶給他的supporting parents 或者是留給他 接下來去使用 特別一些無論是留學生也好 或者一些是開始剛剛讀 這個專上學院的朋友也好 因為可能你讀的program 是讀幾年 那可能這幾年裡面 你沒有任何的收入 或者低收入 那你是用不著數以萬計的 那些學費的費用 那所以呢 那你就會 又可以accumulate這些學費 等你到開始做事 你有收入的時候 那一年你就可以享用 以往幾年存低的學費的credit了 但是謹記的一件事 就是不是你用得著 那時候才是去 放進去那一年的稅表 譬如現在2023年 你2028年才 full time 不是到2028年 你才把過往幾年的學費 報入2028年的稅表 是每一年 你都根據你的狀況 雖然你用不著 但是你都是在那一年 2023報2023年學費 2024報2024年學費 就是如此類推 等稅局有個紀錄 去到2028年 你就claim回2023年至2027年 這些學費 去offset你2028年的income 這個是情況 那如果你說 我都沒有打算用得著的時候 那每一年就可以把 那個credit up to那五千元 是transfer 給你的parent 那這些 好像剛才所說 這個就是 可以carry forward 那也都是 一定會有一個slip 那如果2022年 你是有去做這個學費 有讀書的時候 應該在這個禮拜 如果你還沒收到的時候 應該這個禮拜你會收到的 因為這些tests 稅局的要求 是要在2月28日之前 就是明天就是deadline 你要收到 無論是這些 學費的學費單 或者你是 或者收到 employment income的t4 銀行的t5 t3 如此類推 通常的期限就是 2月28日 你應該會收到的 而 希望當你處理好這些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申報 你們的稅 以下的這個page 就是我的聯絡資料 這是我的電話 416-722-2893 或者你們想去我的網站 去看資料的時候 也可以去invanilla.ca 我單單的office 是在130 Queenskey 即是在 Queenskey and Jarvis那邊 另外一個markham office 就是7030 Woodbine Suite 500 在Steals & Woodbine 的西北区 希望今天的workshop 幫助到大家 去看資料 是 超級水 的 創造 駕 在錄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